歡迎大家來到迎Game隊爆團特備81集 新春短速版 新春特別短版 特別斜的版本 不要說這麼危險的事 除了五月跟我之外 還有一隻恐怖龍聯入 別這麼說 上次介紹千鳥也是這樣 我連身形都像恐怖龍的KKO 其實上來跟我們劈籠一起 是戰友 講一下市場的東西 我沒有買的 沒有興趣買 除非有二手的遊戲 Biohasa 剛剛有貨 KKO買了 你播一下 在觀塘買 預訂了 預訂價是480 如果沒有預訂 直接進去就550元 你那時候多久以前不訂 我就在大約 早兩個星期前預訂 我就問過他 他說480元 剩下遊戲 如果要連著特典DVD 就多加450元 但是DVD是甚麼 影像光碟的特典 特典來的 你不要期望有些甚麼 本來這遊戲已經很電影感 因為他每一節都會 有個 好像影大戰那種片頭預告 他展示了非常漂亮 我就想把它變成3D電影的 對Biohasa 當然可以 可以試一試 我覺得480元 480元 我覺得都可以 始終3DS遊戲 都是這個價格 你買Murbel兄弟都差不多 三到尾 如果以Capcom 4-500元 可以接受 但未知遊戲的整個場地有多大 故事有多壯大 這個都要看看才知道 我玩了兩個小時 還在聚焦 三個小時 現在聚焦 三方勢力還在混戰 不斷轉角色 開頭就出眾招 接著就說 Chris被人綁架了 但原來是油料來的 接著就去到Chris那邊 就在雪山那裡 他又跟那邊的人聯絡 就說Chris 是否阿Jill被人綁架了 就失去聯絡 接著他又要發問回去 第三章就開回故事最早期那段 有一段恐怖分子 襲擊新城陣那裡 那裡就抽了一個新角色的肥仔 那一場純粹是 因為是前章 沒有那個搜索 但就要拿著機關槍去對付很多Hunter 是很多 Hunter 但原來是子彈嚴重不作 我死了三次 結果要玩Light Mode才能過關 OK 一開始而已 另外如果他過了這關之後 就會回到翅膀的劇情 但跟之前的劇情完全不同 即是船上的那一幕 但問題就是 在於一開始 一樣武器都沒有 但就被十幾隻 之前你遇到的怪獸追打 那就要跟隊友回合後才可以獲分武器出來 都OK 就這樣聽都緊張的 我覺得 可以 我又一半半 老實說 買遊戲回來一個人打 可以亂機打 可以亂機是怎樣玩的 開一個特別模式 暫時就 未清楚但許斯寫了是可以亂機打的 就好像熔兵模式那樣 儲分買武器 我已經有一堆分數在這裏 就現在準備試一下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說多久 玩了幾多章之後才可以解開這個模式 未清楚因為我連第一章都沒有過 我只玩了第四個小節 但就知道會有這個模式 他在包裝上寫明是有果的 這樣可以考慮先 好 讓我放上網 不斷吹風說不好玩 等買了的人快點放二手出去 其實都不會欠很多價錢 我想說你這麼早期 我當你兩個星期放二手 我想都是四百五 四百二 我個人很奇怪 大廠那些 我會盡量忍受 那倒是 我也覺得是的 始終你小小的東西 很難找到二手 我正在看有沒有無雙手 二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四百元左右買回來 或者看看有沒有泡菜板 我會過幾天出去 王國看一看有沒有泡菜板 應該可以的 我在觀塘那間都看到的 標價去寫五四 算了過五百我都不會考慮 看我都不會磨眼過五百 等阿華 等阿華也可以的 這隻大集會不會入了首尾 萬三也未買 有朋友說難度偏低 所以 哪集是難玩的 除了二三之外 之後就沒有難過了 向下條 接受大眾向 以往是二三我覺得好多 說到價錢 順便說多一宗 那就是 Metal Gear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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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D版 3DS版 接下來會有銅菌版連機 特別版的主機 蛇皮版 但又不是真的 是蛇皮的 有些紋 我想知道是貼紙 還是機殼 是這樣的 眨眼看就像貼紙 多張貼紙或一個殼 是這樣的設計 就不明是真是突然 暫時是這樣看 這個銅菌版也不是太貴 就算不是心目中最完美的狀態 可能都可以接受 機殼連遊戲都是2580 22980 除雲 即2300港幣 有十算的話 如果香港會再便宜一點 就算是2100港幣 我猜 都難 都會炒作 剩下的遊戲是5382日 都不夠 扣除遊戲的價錢 這個特別版的機 它有一個包包 我想看看這個版 是一個求生袋 對 是裝3DS 但其實這個包包我挺喜歡的 裝3DS真的是一流 那裏面和裡面 都另外貼了紙 有貼紙 這個是貼紙 不是機 只是包包連貼紙 不是 它賣這套東西 袋子 還有這兩張貼紙 還有一條掛項繩 這套東西加起來 就2980元 這個我反而有點興趣 我喜歡這個袋子 貼紙我可以找人夾錢買 我沒有什麼興趣 這張貼紙 拆給人 帶袋子我真的有興趣 因為這張貼紙 有別於剛才那部機 純屬蛇皮面 這張貼紙 這張貼紙有別於剛才那部機 這張貼紙就是BOSS和Snick的圖 有人物的 包包連機面 就是兩張貼紙 可以接受 都不錯 經有主機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我只是要一個袋子 如果你想夾錢就考慮不妨考慮找我 接下來3月8日出 有利是錢的朋友 可以想想想 因為我想買一個袋子裝部機 其實我已經很久了 但一直都找不到一些 有些型格一點點 通常都是卡卡的 我又不太喜歡 上次的One Piece 你看不上眼 One Piece我完全看不上眼 想要一些普通 留在司徒華豆上 普通型格一點點 華叔那裏 我看上次觀塘那裏 就看到有隻貓袋 貓都不好 但真的太可愛了 我看過一個貓頭的造型 3DS 我看過了 我猶豫了很久 好像是120-13元 好像是 不太貴 我猶豫了很久 但我猶豫了很久 如果買了回去 就一定被我妹妹搶回來 用不太多 不行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還有沒有其他市場 沒有啊 算面報價 有什麼價 我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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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買了很多錢 如果買了很多錢 他就說肯給這個價錢 穩固一點 就算你不肯 就像我猶豫 升到550 他還是做這個價錢給我的 這隻也是3月8日 大廝殺 這隻我沒有特別的興趣 準備把大家的利息錢 廝殺到 這隻剩下的遊戲 比起剛才提到的 Metal Gear 還要貴 6,090日 可能那些歌的版權 那你的版權又要多 很多東西要給的 特別版其實相對便宜 7,140日 其實那個臉土人只是本體 只是附送 一向都是這樣說 買Figure送遊戲 這件事沒有問題 但我想知道它的Figure 是平時的Landal Rider 等身大一隻 還是小隻的那隻 等身大一隻 是有隻大的和小的 應該是小 小又難怪 應該是小才會買這個價錢 你大的一隻也要三四百元 初音還是夾著 你小的那些才會有這些價錢 因為是沒有出過 通常都是他不停地炒 無限炒過 這些 這些 看看各位對初音的愛有多大 咦?Connor好像很有愛 你看他 你問他 我又沒有問他 我永遠都不會 但他的愛不至於 可能要去到買賣機的程度 你說如果出IMI他就買 之前他在節目表白過 會等下一代的VBS 對 我覺得這個純粹個人看法 至少到年中之前都不會有任何新消息公佈 因為現在還是個勢正在去 沒有理由自己斷自己的米路 他怕什麼他可以等 他又不急著劈籠 是我的 他那隻初音 不知道他能不能等 他應該可以的 因為很多店舖還沒有開門 市場先報那麼多 沒什麼好報 我報一個上星期舉行的比賽 荷拉米在荃灣漁頂新城 搞了個Fatish Fall Winning 其實是 什麼遊戲 全部什麼遊戲都有 一堆 比賽的 我所知有些 音遊戲和Winning 因為我其實就是這件事 完結後才知道 有個朋友剛好去 他本身是Winning迷 所以他就有看到比賽 他暫時會匯報給我聽 是由馬來西亞隊 獲得Winning的冠軍 然後我上網想炒回 關於這個活動的詳細資料 或者之後的得獎名單 那就沒有了 荷拉米 連這個活動的網頁也禁止了 貼著原本結束 多謝支持 我後來就直接抄 荷拉米香港的公司 他們說 因為完結 又放假 所以還沒有公佈 叫我等過完年 那一陣子 所以想找更多 關於這個活動的資料 都未能找到 就是很奇怪 我覺得 這麼鬼祟開始 這麼鬼祟結束 就是這麼大件事 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 我覺得 至少我們自己打開機 或者我平時走上網 都看不見這件事 真的只有狂迷才知道的事 我想他只是在一些代理商方面的方向宣傳 或者透過一些遊戲譜 但也不是間間有 那些人發過一些短信息給他 不知道 我們應該都沒有人打過 因為他可能都怕應付不了太多人 那純粹就找回來 是他的顧客 或者有些以前的活動 留個聯絡資料 就通知那些 但是我覺得 這麼大件事 其實 雖然他的遊戲都是陰遊戲為主 XG 其實Metal Gear那些都好像街機 我記得有一隻槍遊戲 對 街機也有玩過槍遊戲 Meperdad也是新的 其他全部都是陰遊戲 Ubit Riverbit 那些全部都是陰遊戲 不用說了 還是有一句 你做這些宣傳 你又不要怕多人 你不是想要聲勢很大些才對 即是你要搞比賽 我又見不到你 聽人說過了 要搞比賽 是的 雖極我朋友 有玩陰遊戲 都會跟我說有沒有這些 沒有人跟我說過 我再問問他 還有我們每天上網的人 如果他有宣傳 我們怎麼都收到 怎樣都會有少少風心出來 我認識這麼多人打遊戲 你一個都沒有說過 算了 希望他可能 只是 第一次做 試驗性真 我想是這樣 希望下次有活動 可以通知大家參與一下 另外 比賽 我那邊 UMVC 又不是要罵的 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 即是 不吸引 又不嚴重 又沒有驚喜 總之全部都不特別 首先 你去的時候 給你的感覺 像是一個 大型公開活動 只是圍內 不是 他在 銅鑼灣 LCX 是在 柏林 Hotel 隔壁那條街 一間 我商場叫LCX 不知道什麼 我忘記了 其實是有一個 Sony 鋪位 那是宣傳的試玩 那些年輕人在玩 小學雞 爭著打遊戲 那樣 那個位置 比較奇怪 我覺得不重要 有為他試玩 什麼都可以玩 上到去 那些人在試玩 都知道哪些是參賽者 基本上都大概知道 那就報道 給他人指 最糟糕的就是 他suppose我們全部都不認識 他suppose我們全部都不認識 那 又是這樣的 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 又是跟我上次打拳王的Face 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 我去報名 我是第九的 我是納馬拉 那他就用第九個 那我Face是第十個 那我幹嘛跟你報名 又是順序 你又是順序 他suppose我們全部都不認識 但是 都是那句 你選擇比賽 你不要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心態 你們覺得 純粹是公司要搞個Event 那OK 沒問題 這次是你們搞的 我不會挑戰你們 但上一次我做Conservant 你也問問我 你也問問我們意見 這次我沒有說什麼 我OK快沒問題 你們搞的 我不會理你們 但是都是那句 作為一個參賽者 是否要參加簽呢 我當你們事前沒有想 即場 畫一張紙 32個 我當是多極 然後拿一些紙 然後再抽 都算是一個抽籤 當時他報 他上網那裡 寫64個位 去到16個都不夠 16個都不夠 完全沒有type 你幾月比賽 因為那個問題之前都說過 報廣報出來的人都說 喂 你用維他 去給UMVC3 然後贏了 又是維他和UMVC3 那本人本身是有維他 有UMVC3 然後才來打比賽 那你再送一部維他 再送一部UMVC3 那他會有什麼Q 也不一定 跟某場的高達比賽 一Q一樣 就是 找高達Xtreme VS來比賽 但又送回PS3和Streme VS 對 那 即是怎樣呢 我很奇怪 你最奇怪的是 你高達還要是 你一部機獨有的 不是你其他機都有 你其他機 我可能是玩XRub的 OK 快沒問題 我都還可以理解 那你P3獨佔 你又送P3給我 即是怎樣 我要開到買多電視回來找兩個同學打 因為 維他就算是新機 他可能prefer不是太多人有 所以主辦單位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做一個宣傳 我想起碼很多報紙的副刊 或者雜誌都會報道一下 就當作一個宣傳 送一部機 遊戲 幾千元 另外 遊戲是新的 他亦都預誤 不是太多人玩過 起碼維他版本 不是太多人玩 他一用這樣 大家當作試試 誰好彩 其實遊戲不是說 上次有聽到你的節目 說不是太適合比賽 一隻手指刺死人的比賽是怎樣打 都不關事 不是他不是用那個EC模 不是 一定是選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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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也明白 作為一個官方去宣傳的行動 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只要放一部機出來 放一部遊戲 其實比我的登報紙更好 真的比登報紙更便宜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以5月所說 參賽的人數連宣傳的效果都做不到 對 做了一個反效果出來 沒有問題 他還是投了一部機出來 也不是太反 其實不算太反 永遠都不會反 除非這個人都沒有 但是最大化的宣傳效果做不到 對 但是他還是放了一部機和一隻遊戲出來 他在做一間公司和人力資源 沒什麼計數 你這個場放在那裡也是要給租 沒有關係 其實這件事是明白的 講一下比賽 我可以說去到只有三四個人會打遊戲 再講一下 你用維他打的遊戲是真的不行的 因為他的左反效和十字真的太近了 而且真的一點都不好 等於我說 那個反效是凸出來的 你要插招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你套下去我還可以控制到 如果用十字呢 這個十字有沒有改良到呢 我覺得不要這樣 都不好的 相對來說是不好的 因為他太近的 analog 鍵 你好像插招了那個 analog 鍵 基本上你能阻礙碰到什麼都不太好 都會有阻礙 還有你的 analog 都可以動 我不知道會影響到出招 另外畫面太小 你習慣我對著電視打習慣了 還習慣用Joyce打 是爽快很多 你突然拿著手掣打 還要是我這麼小的手掣 還要我看著那個掣打 很不自然的 你也知道NVC是飛來飛去很快的 我看錯一點都不行 還要這麼小的螢幕 還要我用這些 其實是大打折扣 整個情況是完全不理想可言的 只可以說 換到距離那邊經常出錯 是呀 連續技能掉得很厲害 我朋友都是去打的 他也說他有玩開的 他有玩開UMVC3 我跟他打的時候我都知道 一試就知道他有沒有打 那就打吧 嘩 招掉到飛起 完全都不是那一回事 我就八強輸了給我的FAN 因為那些籤的正籤問題 他就打軍 輸了給冠軍 冠軍那個 很明顯地 我相信他一定有那一個UMVC3 是用維他打的 25是用P3打的 但是如果他用維他 現在是發揮到的10成功力 我相信這個人是完全不入流的 我不是說他拿完之後覺得我不值 而發脾氣 而是我覺得如果一個比賽 是一個很大型的公開比賽 他應該在第一場就要輸 我不覺得這是什麼比賽 算了 當是幸運大抽獎 我買一遊戲回來 當是一個有技術地抽獎 100多元 我買一遊戲回來 138元 我放回來 我怎樣都要670元 我當OK 我用670元去抽獎 就當一萬元就算了 沒所謂 只不過我覺得如果是想 當然他只想推維他 而不是推這遊戲 我覺得 推維他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其他遊戲 他沒有其他遊戲可以對戰 可能這遊戲太小了 好像上次G-Zone 他那隻Little Deviant 那些可能還好一點 試過其他維他機能 其實UNVC3跟PS3和PS3沒有太大分別的話 其實就突顯不到維他那部機的特點 其實是沒有的 他完全不是為了突顯的維他機 他完全是為了宣傳的 要宣傳的話 要拿去一些特別的地方來講 例如龍竹 例如Stockmong 那些UNVC3又不可以用了eSpo 就突顯了手提機的短處出來 又不是突顯有些長處出來 那你是不是想宣傳還是炒我呢 不知道 這一點你講得對 尤其是用格鬥遊戲 就令到懂得玩的人 交配覺得有問題 即是比賽不一定要格鬥遊戲 你坐車又可以 就算我再壞一點 拿那隻R R Witch Racer 都可以 雖然他只是半版 半版的半個遊戲的份量 尤其是用Witch Racer 看見人們一邊玩 玩到整個人都變成了 拍片給人看 其實是很歡樂 你氣氛炒而不起的話 你宣傳都是白費工夫 算了 過去了 算了 希望以後 都會有不同公司 陸續會搞不同的活動 可以關注一下受眾方面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 接下來 只不過是開始 維他機能還未見底 還有我相信他 後半年 他前半年 我還未見到 但後半年 我相信他會發力 一過了一個場景年度 之後 他會把今年 維他的編排 等等 那些遊戲場都開始摸熟 出得切 最重要是摸熟他的東西 雖然和P3都很像 另外我想說多一點 希望他不會像 NDS V 那些 衛家儀家 那些 無衛衛的 多餘的東西 你不用擔心 一定會有這些 一定會有的 他一定會做這些 最多你無視他 因為這兩樣東西 我覺得 一個 又不能叫專業的 一個資深玩家 和一個普通的玩家 需要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們這些 我叫資深玩家 我相信我們也 透乎這個名字 我相信我們也 我們去玩的東西 和一些普通玩家去玩的東西 等於iPhone 和PHP 你其實可以玩iPhone 沒問題的 他一定會加一些 類似iPhone的東西 進去讓你們玩的 不是啊 我最怕是 好像早期一些NDS遊戲 特意要迫你用那個 竹瓶 所有的東西 十字鍵都不是你們用的 不到你擔心 不到你擔心 一定會有的 我相信 一定會有 如果我玩一隻 SLG戰棋遊戲 為何都要我 不斷錄螢幕呢 可能會更容易 你不用數夾 直接錄螢幕 容易拉坐 好像我手指大的人 算了算了 這個順利 我們做少少adming 講這個 我們3G之前 講一下 坊間流傳 一本遊戲書 又是那本遊戲書 流傳說 會在PSV 即是維他會出 Mon Hunt 只有他一本講的 其他兩本 兩三本都沒有講的 其實他都是 跟我們一樣 我們之前都講過 看日本某個Blogger 所講的 大家同一個來源 當然如果 遊戲書寫出來 那個影響是跟我們 業餘人士 就是這樣 因為他在封面講的 都自行層 這件事 我有一件事要補充 另外 某本遊戲書 就說過 他們這個轉載消息 其實是 另外一本 日本方面的雜誌 編輯所作的 預言 這件事 大家自己自行分辨一下 不是 那本不是這樣說 我看了 我不是買的 我不是自己看的 是不是又再另一本 一本 一本 整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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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 PSB會出 Montsanta 他又說 日本可靠消息 說得似層層 不過我就 先說明 我每天都說 我自己 依然堅信 是會在2012年 Vita 會有Montsanta 是會公佈 是會公佈 但是我覺得 說就會說 但是未必會在 下年出 很難說 我就覺得不會 因為 始終還有Montsanta 3DS 我覺得 應該要等3DS Montsanta 4出來才公佈 因為你 每天都是 自己的 其實我有一個 預感 這個也是我 斷九股 我覺得 會 會 有隻Montsanta 會出在Vita 雖然簽了約 其實我也是 MHFO會出在Vita FO嗎 不奇怪 FO在360 有需要在Vita 有什麼所謂的 是SERVER 我還有朋友 還在玩FO 我知道 但是 他有沒有必要 因為如果FO 相對吸引力 會比較低 FO現在還有生怪 加入 我覺得 如果FO 是可以拿出街打的 我覺得 是異常有潛力 FO 大家都不是為了打過 我只能升健福 升一級 都要升武器 升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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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極限的 無理時間 我跟朋友說 你們還在玩FO 我這麼有心機 其實玩FO 都可以很偏 這些是Online Game的特點 如果FO 落到PSV 那裡 就未必會變成Online Game的特點 不奇怪 我覺得 手機都要炸化一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 F4都出了兩年三年 是不是兩年 有 有兩年 起碼都兩年 我們做MNH之前 已經在玩了 正確來說 應該是在 Mohun 2 那時候 已經發放了F4 還要這個時間 你想想 如果這樣算 都應該力有盡時 一隻Online Game可以玩到三年以上 那到時會不會都是收月費呢 你認為 這樣不奇怪 維他的東西做不出 是你PSN收月費 Captum做不做得出 只是維他 他都是全維他去買點數 應該都是PSN去全PSN買點數 上去玩 我覺得 有這樣的可能 我都是狗猜 但是 不奇怪 你又不可以說 有新作出在維他 大家都認為是 跟任記簽約合約 應該是 這是公認的事 我想找回這段 是否真的有這段 一定是有簽約 但是將約的內容 和細節 我們看不到 但這是真是事實 因為將約 所謂的專利 可能會是 用時間 或者到某個銷量 都有可能 純粹是一個名稱 因為你看回 他出在任天堂的 只有3、4和G 中間沒有了P字 那裡已經是 就三圍 肯定是Montsanta V 對 到時就沒有衝突 其實我相信任天堂 自己都心知圖明 因為當初 要拉攏Captum在VDS上出 能夠令Captum做這一步 他已經是贏了 不論最後的結果如何 所以他沒有可能 夠將這樣綁住Captum 應該綁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隨時 二連連尾出 都不是歧視 也是 還有Captum Captum也很精 自從BIOS 4 那段 我彈的出來之後 他出了PC版 不是 GC版之後 沒多久就說出PS28 有了GC版 那裡都倒了 如果Montsanta V 也是這樣 他應該是有前居之間 反過來 如果我在你的機器出完 不能賣的 誰比較不好意思 當然是床 Montsanta V 三支那些都不算不能賣的 現在 因為賣的 任天堂就更加沒有藉口 攔住 你都達成了目的 我都要估計 Captum自己的員工 我出在另一部機器 那就打和了 我覺得商業世界是這樣 你經過一尺 我經過一尺 總之 我慢慢再看 其實真的不奇怪 我雖然說簽了約 所有在手提機上的Montsanta 這所謂的11年 12年13年都會出在3G 但我不知道那約的內容是怎樣 剛才我們說的問題 跟XS一樣 大家都看到會是PS300 不過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是一個公開秘密 我們回歸這遊戲 說一下我們 我和阿朗和華叔 都想 已經越過了HR上限 已經47了 又不值得可以可可 因為我以為 我以為 應該過了 8星Quest 才會開放HR上限 誰知原來不是 原來過了7星Quest 打完煉黑龍之後 就已經開放HR上限 很奇怪 現在就變成 打完一場 類似有經驗值去升HR 對 這件事 初頭我沒有想過 但打單我發現也有用 你會開始覺得 幫人打回升HR 有些作用 就不像 那些我不要 又有金火龍 武器 我全部都有 又有金火龍 之前P3 老手帶身手 你會覺得 算了 我花時間去 維繫友誼 這次就會覺得 有些價值 又有獎勵性 還有可能 在上位的時間太短了 所以你中間錯過了很多資料 我上位的時間 只是一晚 一晚 然後發現 我中間錯過了很多資料 在中間停了 沒有了 之後還沒有去師傅 原來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些什麼 那 上去了 開了一個月遜龍 沒有我想的那麼難打 另外 我們最近打過什麼 練黑龍 先講月遜 月遜 月遜有遊戲書說到 小菜一碟 流浪 但未至於這個級數 未至於 當然如果有裝備 或道具的慢傳準備 不會是超越不到的 即使第一次打 都應該過得到 我的BANG說 製造了一套防毒裝 可以當它普通信龍 其實沒有分別 他多了一下 發完尾之後 會爆飛鏢 多了一下射飛鏢 穿了一套防毒裝 那些飛鏢其實是射得很遠 而且它是散射 很難說 那麼容易 每次都 鼓倒鼻倒 其實就 老實說 你帶駕毒藥去都沒什麼問題 那些飛鏢不是扣多 扣少而已 沒有防毒裝 就帶一些看方藥 看方藥那些就可以了 你特意穿防毒裝 是一件洩給他 我覺得 駕毒藥可以賣 有些人可能正在升上之位 就隨便做一套讀九龍裝 那些都可以撞一下 而且這隻飛鏢不是很大力 我覺得 除了發尾拍下來那一刻 已經是最大力了 但是 所謂的大力都不會死 所謂的大力 我六八防 讓他拍一下 扣一半而已 一半給他拍 總之不用死 比起當初估計的難度低了 隱形 我最初以為一隻都隱形 看不到他玩Enemy Zero 那樣的 鎖都鎖不到 看不到 沒得鎖的 原來他只會移動 會脫鎖和隱形 大概可以看到眼睛的光飛去哪一邊 他攻擊之前已經現回營 對 最主要就是他會現回營 我以為他完全隱形 嘩大哥 怎麼打 比霞龍還厲害 我看不到他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希望將來我的版本 當然是全世界隱形 如果真的叫做 不知其稀消重 還想怎樣 等F.O可能會加入 古形精怪 永遠隱形的信龍 要扔色彈 或者令他中毒 才令他現影 我覺得現在沒有這些 以前我們玩2G 有古龍種 要令他中毒 等等 你也有一個方法 去處理他 現在是沒有這回事 你中毒不中毒 那關我什麼事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沒有這些 我覺得是可惜的 職業不算很複雜 套裝又不算很特別 武器比較漂亮 不會只是黑色 有些銀色、灰藍色 信龍那些升上去 都需要越信的資料 所以大家都不可回避 要打一下 我覺得都可以 都算好玩 又不算很誇張 很誇張 我們最後就會說 先說一下煉黑龍 我覺得 三個字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無緣無故就死了 你留意到 你留意到那個血量 你要看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突然 我打下去 都是追著發光波華打 他原本有幾個閃光位 手、心口 要小心摘下來 如果是心口的位 我反而覺得摘下來 都沒有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 水底的時候 因為他走路 他走路 腳仔 後腳踢到你 你在拔大劍 你是不知道的 他完全沒有動作 但是那邊坐下坐下就好 就是那些坐下坐下 你不覺得讓他踩幾腳 好像棉口龍一樣 很快 你的血量就消失了 因為他的波位 在後腳後面 在尾和後腳的位 有時候 你讓他踩兩腳 你自己不知道 你完全沒有這回事 然後到晚上 為何只有半輪 他最突然 一轉過來 第一次 玩的時候 就是不幸運 被他磨了幾下 然後他離一下 大壓殺 那就剛剛好 你又不知道什麼事 那個波位就是 胸口 兩個肩膀 還有尾一個 他一個當一個 那 破壞了就沒有了 就當破壞了 破壞了 不會看到什麼 破壞了 等等 只是看到尾那邊 打到色燈 就有裂痕 其實本身也有裂痕 我本身有個裂痕 頭都可以爆了一隻 但我看不到 射這麼高 整座樓那麼高 整座樓那麼高 扭高 用重腦射去 通常都會爆 通常我們都會爆 因為他一躺下來 我們就分頭行事 找人打心口 我就很喜歡 他的頭打 不知什麼 我通常撿箭去射他 用炮台 我們習慣了 我們昨晚三個打 都是打三個字 都不算太過難打 沒試過三貓打這隻 有一次很緊張 有一場是三貓 還是很緊張 第二還是第三 很緊張 沒有死到 沒有貓到 有一次 我們兩個打 都贏 難打極有限 兩個人都打到 沒有其面仔幫拖 因為我當初打這隻 之前 不應該等於黑龍三兄弟 那些 但最可惜的是 他大隻有餘 但是行動不夠迅速 減低了威脅性 他生氣的時候 就會行動快一點 沒用 唯一一下最恐怖 就是他蛇行 要上陸地才有 問題是他蛇行 是會不停中 但是以前黑龍三兄弟 你會馬上死 兩樣東西 不夠大力 以往你見到黑龍三兄弟 你不會想著去砍他 你一想就 射箭 重腦等 打他 以前我們玩到後期 才玩到悶 玩到沒什麼做 才會試試過去 讓他踢一下 和他握手 握手都沒有 他在他面前都不理你 我覺得他的攻擊模式比較疏 如果他積極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難打的 最大威脅就是蛇行 你一叫他拋下 我就不走 你自己打吧 我撿東西射你 你積極一點 試試看 黃黑龍 黃黑龍 我昨晚跟其他團友說過 黃黑龍是非常活躍的 是活躍到不能的 尤其他飛起那招連續雷龍拳 是經常出 如果你是雷比較苦的話 就真的一下死 好啊 到時挑挑 我想問一下怎樣開黃黑龍 清掉所有單隻雙隻的拐 可以了今晚開幫我們 是否只是G位還是全部 G位 G位一定要 上位就不清楚 不要緊 上位就算很快 上位就算很快 上位就算很簡單 一個人也吐得死 連黑雖然很差 但是武器也很吸引 武器也很厲害 而且有特別效果 軸都殺了 非常怨念的不死的心臟 我們經常有 你要很主動地 主力打爆他的胸甲 打爆胸甲就有 我們昨晚打了四五場 我也有三個 頭一場都沒有 這隻遊戲有毒心的 我一向都說沒有 你問我講了一百次 我都說我不理這些 持續去打 好像我這樣 我升齊了所有想要的碎龍武器之後 天空就不斷出來 之前就一隻都沒有 我還是沒有 應該是跟運氣有關 你去黃大仙拜拜 2011年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2011年之前什麼都沒有 2012年之後什麼都有 龍年之後就是砍龍 龍本命年 龍本命年 不關我事 龍年屠龍就算不算太壞了 不知道 玩過這兩隻東西 總之戀黑龍的武器 我覺得是要做的 真的很誇張 除了那些什麼 重老輕老可以忽視之外 他就火屬性 還有升級的階段比較短 升一級就玩完了 還有全部都是他的料理 全部都是他的料理 即是你打四五場經易分分都很幸運 經易夠做到升級都可以 他的裝比較麻煩 他的裝要有很多資料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天鶴 雖然天鶴 還有好似 炙火龍紅玉 又不知道 爆除龍紅玉 又不知道什麼 那些一堆 所以暫時不理會套裝 我還不算有用 還沒有氣 我又不覺得很有用 套裝 不動有什麼用 不動有用 不動就是 獸身 還有擁有耳塞和高爾之間 有耳塞和高爾之間 即是十二三 古龍的刨拳就防不了 但一般毒怪龍的刨拳就防不了 噢 OK的 即是低二 不然有高爾 但他防不了古龍爬開 即是超大型的刨拳就防不了 而且他的獸身就是 即是說 平時如果你有時 好像被大劍揮起 背後撻 背脊高落地 他會立即變回雙手撐地 立即合起來 那就可以避過某些怪的追架 噢 不動就是不動如山 只是這兩樣東西 是這兩樣 但已經非常有用 都OK的 因為我也是我的朋友 他其實已經齊了 我問過他的 他就說這個技能是非常好用的 但他的豬 我又未見過有不動豬 有的 好像是 好像是連黑龍的資料 很小事 很小事 我覺得在我眼中 沒有什麼是值得難碼 我找過一些圖 我發覺 揹著煉黑龍的笛是特別有型的 因為他的笛背後 揹著背後 好像有兩隻翼這樣飛出來 而且還有特別效果 一路閃光 那些武器很厲害 除了輕度和重度之外 其他刀 如果你是游泳開的 就應該做了 因為全部都火屬是最高的 是的 對不起 我做了太多 因為我昨晚要喪追海龍 打了十幾條 十幾二十條海龍 又二十條 兩打都來了 倉天獄之地 其實我不是要倉天輪 我要倉獄 海龍的倉獄 我要上位 話說我今早打了四隻 而逆輪都不派一粒 回來打就打到兩隻 去到G位就不派逆輪 不是 我自己打上位村長 那隻不斷追著 去打 打了四隻 五分鐘一隻 終於做完一套 海龍之級弓手裝 我覺得很厲害 這套東西 我覺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大家要什麼技能 因為 因為有屬性解放 六角彈弓 就當他是 碎龍弓 他的爆破屬性 還比基本水龍的高 碎龍還要高 還要三個洞 還要是全部屏都用到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東西 是強擊屏用不到 用得 去到最後用得 去到最後那把 全部屏都用得 除了爆破屏 所以玩弓的 他現在上 之後我停留了 在上側角度 還要再升 還有什麼數字 再上是要 綠仔倉過十隻 這個才是最難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最好問題 你只要找鋤仔拼勻 拼勻到綠仔一邊有 拼勻到綠仔一邊有 但問題是 在莫克之心 莫克之心 如果是寫明的 草食受繁殖的話 他就會有一些特別大隻 我見過 特別大隻的 拼勻他 基本上會出倉 好像一百的 如果拼勻他刮的話 是一百的 是一百的 如果死有 那隻 特別大隻的話 基本上 如果一場莫克之心 是繁殖中的話 基本上會出到 六七隻以上 我見過 那次 需要綠仔的朋友 自己跟你的方法試 那次我自己刮 都刮到很多隻角 只是刮到一隻倉角 另外提到 有些人問 陸陽草花 陸陽草之花 配造生命大粉層那個 不過 亦都是在莫克之心 特產品 黃金閃的狀態 在第四區 九龍睡覺的地方 那個巢穴 在中間的石頭位 那個位置才撿到 還有隨機 有時他不是給洋草 回來 有時給花石的不知什麼 到節目的尾聲 說一件事 一定要說 就是下載任的白海龍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最後的 千萬金閃的白海龍 不能跟一般外面櫃桌接任的白海龍相比 這個完全超乎了我想像 暫時的牆壁 真的打不贏 不知怎麼搞 一下子 我六百房 我跟你們說 我六百房 我是倉火龍 混黃海龍 我頭和手是黃海龍 其他三件倉火龍 我有什麼技術呢 就是建設加爾高爾象 以及高摩 六百房 我被他撞一下 我只剩下 約150血 我想我只剩下40血 30-40血 我被他無緣無故 一車撞過來 中了 這樣的情況 最大的情況 他經常在這個 谷粉狀態 還要是 一些零件很有零性 其實我最大的問題是 他太大隻 如果他小隻一點 他太大隻判定 太誇張了 我看到了先毒技藍 先毒殺所有的 追尾性是比普通的智慧 如果他鎖住了你的話 基本上你真的 要是狂走 要是狂擋 不要抱囂行的心態 真的不要 因為他有一招 普通白海龍都有的 用太多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一些沒得防禦的武器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有玩這個遊戲的朋友 快點自己下來試一下 感受一下什麼是真正的魔物 今個星期這集就差不多 多謝KKO做嘉賓 我們繼續屠龍 下個星期就繼續跟大家說 其他更多遊戲談的大小事 拜拜